小選手們拼勁十足 展現跆拳道對打技巧最好的一面 更希望積極得分 睽違20年重回基隆市辦理 這是由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和基隆市跆拳道委員會 共同主辦的第31屆全國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總共有來自全國各縣市500多位小選手參賽 包括基隆市議員陳怡和陳君佐等人 都親自參加開幕典禮 選手制宣誓詞 由去年31公斤級冠軍基隆市代表隊的楊之澳代表宣誓 身兼基隆市跆拳道委員會主委的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之偉希望跆拳道運動可以從小向下扎根 跆拳道博物業上也是我們臺灣非常優秀的力氣穿 在柳瑜南鄉校的比賽上的裡面 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也非常非常多的國手 所以就是沒有出政治人物 現在我們有非常多的優秀的一些選手 但是我們可以歡迎全國的比賽 我想要感謝非常多的優秀 在全島的國會 非常多的教練 我們要非常辛苦 讓我們今天有一個機會 讓我們全國 來選擇各自私的小朋友 喜劇各種基隆 我想我們體育管融化 體育管設施的改造 在體育場上的努力之下 這幾年我們會陸陸續續編織各項的預傳 連續三年都會陸續續編織各項的 我們希望會陸續編織各項的比賽 還有任何人帶上一套的比賽 那今天我們就是 除非非常歡迎大家看到喜劉 也希望大家帶著自己的榮耀 或帶著自己的現實的榮耀 自己的城市的榮耀 但是家人的榮耀 可以把我們比賽享受一個運動精神的地獄 來選擇讓我們對我們非常影響 最深刻的體位 雖然我們是選手 但是給我最深刻的體位 就是因為禮貌 還有運動精神 大家都非常高興奮奮 而且非常地歸屬 我們在每次的比賽 我們都會非常感動 感謝我們的帝永台 委員我們的統制委委委委員 這次的協伴 希望對上代的人 把這次的行程能夠一切勢力 以為我們祝福 我最難的表現 是台詞堂的委員 那就是那些祝福隊 公平堂的表現 帶著跆拳道 民主委的體驗當中 享受你的體驗過程 還是大家祝福 而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個人 更特地製贈跆拳道服 給基隆市跆拳道代表隊 37位小將們 鼓勵大家為基隆市爭光 加油 這次比賽從5月28號到5月30號為期三天 分為對打和品勢兩個項目 參賽選手都是民國100年以後出生的 國小男女選手 男子組25公斤級到68公斤級 女子組25公斤級到64公斤級 其中各12個量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